好啦,那個 我們還是把它看一下好了 看它的手動過程是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用ECO來做 首先你要把這個資料 當然你就先把它Key進去啦 Key進去 待會再Key 我待會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講 那待會你們就用這個例子來練習 用這個例子來練習 那我們先把這筆資料的最大值跟最小值找出來 那當然怎麼找 理論上當然你想想看 我們以前寫電腦程式也是可以用一個subroutine 就可以把最大最小值找出來對不對 然後找到最大最小之後呢 你去找出它的全距 那它的全距就是把最大值減最小值 算出來結果三二四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要挑你希望有幾組 那我們說過五到二十啦 那它的距離也不過 全距也不過三二四啦 所以也不需要挑太細 那所以大概我們這邊就挑七好了 那就類似任意的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算它的主距 那它的主距就是你的全距三二四 除以它的主數七 那你得到四連九 那四連九就是你的主距 但是我們說過你的主距要怎麼樣 要無條件敬畏 無條件敬畏 所以四連九無條件敬畏就變多少 變五 所以我們四連九敬畏就變五啦 類似這樣 那anyway 反正這個其他就說你自己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接下來就要選第一組的下主距 那這個是一個起點 那這個起點當然你可以選是它的最小值 剛說過 那它的最小值我們剛算到 找出來的事的話 是100 所以你就可以用100當成是你的 第一組的什麼 下主距 下主 不是下主距 下主界 下主界 那 所以100 我們是最小值 所以你就把100當成是你的第一組的下主界 那你選了100之後 這就是一個起點嘛 那接下來你怎麼 找它的什麼 你接下來可以再去把它加上你的主距 那我們剛說主距算出來是五嘛 所以你把100加5 所以100加5之後變成105 這105是什麼 105不是你這一組的上主界 上主界喔 是你的什麼 下一組的下主界 你也好一點饒舌啊 100是你的下 100是你的下主界 第一組的下主界 那你把100加5 加5這是你的主距嘛 100加5105 這105得到是變成是你第二組的下主界 懂不懂 因為我們剛剛主距怎麼算 是你下一組的這個下主界 減去前一組的下主界 對不對 所以剛剛是105-5這邊5嘛 對不對 那現在反過來推 反過來推 所以你一開始的第一組的下主界是5 是100 那加5 變成105的時候就變成是第二組的下主界 OK 這樣很清楚了喔 然後再往上加加加加加上去之後 你就完整了喔 那因為你有7組嘛 所以你這邊要有7個 7個下主界 然後接下來你再找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上主界 那上主界很簡單 就是把第二組的下主界 減1 你會得到第一組的上主界 就這樣啦 這個其實都很簡單的推理 所以剛剛說105是第二組的下主界 你把它減1就變成是第一組的什麼 上主界 就這樣而已 所以 花一點時間去調整它的這個 那 以此類推 那完了之後呢 再去找出它的主邊際 主邊際就剛剛說過 再把它 你的得到的上下主界 下主界減0.5 上主界的什麼加0.5 那加0.5原因是因為什麼 它是一個個位數嘛 它進度到個位數 然後以此類推 完了之後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一個表 然後去畫計它的數據 然後算它的頻率 所以 重點是 一開始要花一點時間 是在算這個啦 算這個 那這個完了之後呢 所以剛剛說 100 104 105 109 這樣一直到什麼 130 134 那 它的主邊際你也把它弄出來 那接下來去做畫計 那接下來就可以得到它的這個 絕對頻率 就這樣 那當然你可以再多一個colon 在這個表格裡面多一個colon 去算它的什麼 算它的相對頻率 那相對頻率的話就是 絕對頻率除以它的 total的number 就這麼簡單 Alright 好 欸 先練習好了 來我們來 其實這邊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哪邊 其實最大問題 其實這個都還蠻簡單的啦 你如果自己用Excel 會不會做 會不會做 會啦 反正這個只是 原來的手動的加減 現在把它放到Excel去做啦 那 重點是你怎麼去標記 畫記這些東西啦 那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好 這個例子跟 這個例子是 課本後面 有一個叫做 好像總統的 就職的年紀啦 但這是美國總統 這樣你看得到嗎 應該看不太到 我用那個 用廣播 你們電腦都開嗎 有沒有電腦還沒開的 都開啦 用廣播 這樣看得到嗎 有沒有 好 這個已經都算好了啦 但是我就 講解一下那個過程 好我們先把這個數據 當然就key到 key到這個Excel表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 一樣 這邊大概 我們要先決定 它有幾個個數 那幾個個數 在Excel裡面 Excel有很多函數 Excel的函數 大概大家都知道怎麼用啦 有沒有人 不是很清楚 你要不要換個位置 還是你把 把這個拉起來 這拉起來會被關 拉起來 算了你還是把它關起來 好 這邊有幾組數據 當然 你可以 直接去算嘛 不然的話 你可以借助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 像我這邊打一個個數 個數讓你自己打 那這個你可以用Count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 你可以 用Count 然後來把它的這個範圍 把它拉出來 然後它就會算出 它裡面有幾個 有幾個數字 所以這個你可以用到 Count這個函數 用Count的函數 先去算它有幾個個數 然後呢 你可以在 因為我們剛說過 你要決定它 全距的話 你需要它的最大值 對不對 那最大值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函數叫Max 對不對 那Max的話 就可以算出它的 但這個Max裡面 你可以框全部 或者是框你要的 因為這邊缺一個 所以你可以 像這邊是框什麼 框這一塊 再加這一塊 然後可以算出它的Max 那剛才其實你應該 個數也是 類似同樣的方式 因為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框 這個角落是沒有的 那有Max 當然是個函數 當然也有Min 對不對 也有Min 好也有Min 所以Min的話就是 Min這個函數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去算它的全距 那它的全距的話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剛才的 B8減去它的B9 這是你的最大減它最小 得到它的全距是27 那接下來這個組數 是你自己 決定的啦 假設這邊是分5組的話 那5組的話 接下來 我們剛說過 接下來你就可以利用全距加上你的 加上你的主數 除以你的主數啦 所以27除以5 你可以得到它的主距 對不對 但是27除以5 你們也知道大概是5點多 所以這邊你可以用一個 用一個函數叫做Round up 你寫在想什麼 小女朋友 專心一點好不好 你這樣子看 韓其默默看著我 也是很尷尬 主距的話 你是什麼 利用B10 B10就全距嘛 全距除以它的主數 然後呢 用這個Round up Round up就是把它的 算出來結果 就無條件進位的函數啦 所以你得到你的主距是6 好啦 這個主距6 當然這就跟我們剛說的 不太 也不是說不好啦 我們剛說過 主距最好是什麼 基數嘛 基數嘛 那現在得到的主距這個是偶數 所以可能 不太好 不太好也沒關係啦 這個其實也沒有說 一定要怎麼樣 好那接下來之後 你就要去算你的什麼 你的這個 你要去建構你這個表 那這個表的話 你就一樣 下主界 上主界 然後呢 然後下主邊界 跟上主邊界 上主邊界 這個名詞有點 饒舌 好那接下來你就是把 剛說過的 42對不對 42是 剛說我們的min是42嘛 那42的話你就把它 寫在第一組的下主界 然後呢 把42加8 把42加6 變48 就變成是你第二組的 對不對 然後以此類推 完了之後呢 再把它剪下來 那這個當然 你可以直接用手動啦 你不需要用Excel去做也可以啦 這邊我不喜歡 你要把它加也可以啦 還有這個Excel 你們知不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絕對位置跟相對位置 這個好像以前 基蓋有沒有講過 有沒有 基蓋有沒有講過 絕對位置跟相對位置 有沒有 沒有 一年級的時候有沒有講 沒有啊 像這個加這個什麼 你如果是加這個b12 前面加一個這個$ 就是那個金錢符號 代表它就是絕對位置 那絕對位置意思就是你 之後用那個拉下來的時候 它就不會 不會跟著動 有沒有講過 有啊 好 好anyway 那 那這邊就是把它的這個 一直把它加過來 然後得到這個 因為你就分五組嘛 2245 對不對 2245 那這邊接下來就把它再扣回去 就得到它的下主戒 然後一樣在這邊把它減0.5加0.5 好其實 這邊都很簡單啦 這邊待會你們自己做都很簡單 那接下來要重點是這個什麼 頻率啦 那這個頻率當然 以後如果給你們1000個100個或是100個這個data你們要怎麼跑 所以這時候你要用一個 用一個 你們電腦看得到嗎 看得到 哇這邊字太小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countif 這個我不曉得你們 上次記蓋有沒有講過這個函數 PayPay PayPay 記蓋有沒有講過 PCR裡面有沒有講countif這個東西 沒有啦 應該是沒有講那麼詳細的 countif就是它在幫你做計算 然後但是它是有條件的幫你做計算 所以它是countif 然後要加s啊 加s的原因是因為它是有好幾個條件 它可以做類似我們的 程式設計裡面的 if裡面的那個邏輯判斷是可以用and 對不對 可以用and 所以這邊 countif 然後呢 你的範圍 這邊我就一樣把它全部框起來 就是a a1到i5 就是整個框起來 然後呢 它是要大於41.5 但是這個 這個你當然可以 你知道 excel的函數裡面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打在這裡 對不對 那它也有一個界面 知不知道 它也有一個界面 那你如果不要用那個界面去輸入這些條件的話 你在這裡面打的話呢 它這個條件是必須用雙引號引起來的 必須用雙引號引起來 所以雙引號引起來的話就大於41.5 你可以這邊 我這邊寫大於41.5是用它的邊界 主邊界 但是你也可以用大於等於42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所以這邊是看你怎麼去設計都可以 那大於等於就是大於等於嘛 就是跟我們的那個 Forture或C的那個大於等於是一樣的概念 Forture沒有 Forture是寫GT C才是用大於等於 在這個範圍裡面 在這些數據裡面屬於這個範圍裡面的這個資料有幾個 他就把它算出來 那這樣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去 去算他 就不用再一個一個去用手 要用眼睛去看他嘛 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同樣的話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下一組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好 完了之後呢 當然這個加起來一定是 你可以把它稍微再 double check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算錯 剛才我們這邊已經算出 Count是44了嘛 那這邊你再把它的頻率 再把它加起來 做一個 summation 看它是不是44 好 完了之後 當然就 就得到它的頻率分配啦 那你可以進一步再去算它的什麼 累計頻 不是累加頻率 可以算它的相對頻率啦 那我這邊沒有算 相對頻率當然很簡單 你就把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絕對頻率是6 除以44 就可以得到它的什麼 百分頻率或者是叫相對頻率 11除以44 以此類推 你這邊可以再多一個Count 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些Count之後我們可以再 根據這些頻率分配 我們待會還會把它做成 像這邊有做成 一個 其實我們Excel有一個內建的 叫做直方圖 直方圖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 我們待會再 直方圖 順便講好了 也可以啦 反正 好啦 剛才前面我們講的這部分 這個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我們手動的方 也不是手動 就是用Excel 然後搭配有一些函數的使用 去得到這樣的結果 Excel裡面有一個叫 直方圖的一個函數 也不是函數 它是一個資料分析的功能 它也可以直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好 那 它的做法是在 Excel裡面有一個叫資料分析 就到這個資料這邊 你可以按資料分析 這個資料分析裡面有很多東西 以後我們也用得到 因為這裡面包括有很多 檢定的東西以後我們也用得到 那這裡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直方圖 然後你把它點進去 好 那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就是你的範圍 輸入的範圍 那這個輸入的範圍就是 就是類似這個 輸入的範圍 然後呢 你的阻界 它這邊有一個阻界 那這個阻界就是你必須先把它 先把它定義好的 那這個阻界 看你要今天 一般來說是用上阻界 上阻界 所以我這邊把它打好了 47、53、59、65 就跟這邊一樣 47、53、59、65、7 這是它的 這個阻界 所以 在這個直方圖這邊 輸入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們把它輸出 輸出到這裡好了 隨便 這個隨便你擺 然後這邊你可以 要求它 是要用 待會我們也會談到一個 叫薄拉圖 薄拉圖它是一個 經過排序 那我們現在先不用了 我們就是用一個 累積 累積百分率 它就會另外有一個累積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是只有頻率而已 那我們如果加一個 累積百分率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輸出範圍 這邊沒有 好 我們把它點到這邊 它就會在這邊 資料點 剛剛這邊 又打錯了 好這邊有時候地方要注意 一樣 是在這裡 弄錯了 一樣 好 然後這個就幫你 一樣它可以幫你 算出同樣的結果 所以 這個就是我 剛 重新做一遍 原來做的東西 那當然這個 相對是很簡單 你只要把你的阻界 大家注意這是上阻界 這是上阻界的方式 但是有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你能夠把整個完整的資料 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好不好 這個就可以來幫我們做一個 群組的這個頻率分配表 好 那 那 接下來你們就 用個十分鐘 把 好 花個十分鐘 利用 把課本這一題 按照 要用Excel的方式去把它做練習一遍 好 請開始做吧 有問題可以問可以討論 數據 我check看有沒有現成的 但是 印象中好像 打完就天亮了是不是 看一下 這個 我先講 你先講 我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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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個Rub到他後面那個0 就在喊出後面那個0 Rub 剛剛還沒有講清楚 那個0就是到什麼 Rub Rub到各位數 對啊 0就到各位數 如果是小數的話 如果你要小數一點就 run up 到 1 嘛 資料你們還是自己打一下好了 我這邊好像沒有 還是有 剛剛是溫度是不是 他給你的表是這樣的表 好了 是同樣一個資料嗎 50週對啊 還是我把這個 push 給你們 好啦我把這個 push 給你們但是他變成是這樣的方式你一樣可以選了好不好 或是你們自己打都可以 小君怎麼怎麼 push 給他們 打給我這哪裡 打給我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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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鱸鱸 然後還要再一個 還有一個參數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個參數 Number of Digit 所以你在逗號 逗號0 有嗎? 就是剛剛你用ecell的資料 剛才那個ecell資料 你說我剛剛秀的那個 那個也要給你是嗎? 可以 大概知道怎麼做 這個一樣的東西 你說要看他那個格式 那個沒有一定的格式 我只是說 你就是重點要把 最大指他的幾個個數 先把它算出來 你可以在旁邊再打一行 ecell本來就是你自己設計的 所以你不一定按照我上面講的 說這一排就是什麼 什麼mass這排明明 你可以隨便在某個地方標註他就好 可是如果我之前 很少就接觸了ecell 是喔?你是 財管 財管 好啦 那個東西當然也可以給你們 沒問題 其實又不會弄它 給某個幾個 是嗎? 阿姆 什麼時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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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